林務教過年救完亞鳳的編合七一一 臺灣黑貓 因為常常在千山活動 原本在二十三要進行關貓的行動 但所發現這隻黑貓 又再掉在韓正來 這陣子也已經順利救起來 送去治生良心安靈 來 一二三 這人學你把編合七一一的臺灣黑貓 從頂來搬出 因為黑貓七一一在一度 沒洗禮大家含著 林務教到達成東心臨完 這不是發生長久 當時林冠處表示 因為黑貓七一一 最近結束都在在千山活動 上次走進去農車 找冰修六地事物 所以原本二十三號 要到達成佩洛 進行大規模感興的行動 但是由二十二號沈押開始 就發現黑貓七一一的電位點 一直都沒洗禮 他在點位上面並沒有移動 從昨天深夜到今天 昨天早上 並沒有進行活動的這個跡象 所以我們的人員就分組去搜尋 林冠處林務教到達成佩洛 附近的電腦 發現受傷的黑貓七一一 當時林冠處表示 因為黑貓七一一 結束進入千山 近前已經在在附近的佩洛 設置電阻為例 佩洛農民也刷到 貴金營裡面的含洛 兩百多久 這次不適當地的含洛 應該是早期鳳梨亞堤所釋的 在專家會議上面呢 會做充分的討論 會以他目前的狀況 還有我們 東市林區管理處的積極作為 還有部落的合作的部分呢 大家會一起進行 充分的討論之後 會做出一個最好的決議 黑貓七一一 目前已經送到 中心來安坐 黑貓要怎麼處理 林務教會進行 專家會議來評估 記者台中 總好報道